第七二一张碎寒谷 阿诚脾气太倔了 看见我带着你回来 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出去 应悦书走了出来 眼里带着一些伤感 如果不是迪九之前看见了一切 他还真的以为应悦书 是因为那个叫阿诚的男子 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出去 迪九微微一笑 既然他不愿意 那我们先走吧 迪九心里厌烦 实在不想和这个女人继续啰嗦下去 如果他的修为恢复了 他现在就问应悦书 太阳星在什么地方了 哪里还有心情和这个女人啰哩啰嗦 嗯 音乐书N了一声 忽然看着迪九说道 阿九 要不我就叫你阿诚吧 我担心 我一不小心叫错了 到时候丢人 迪九呵呵一笑 我的名字就是迪九 如果你要叫阿诚的话 你还是回去劝一下你的 那个朋友吧 我不习惯别人帮我改名字 就算是要改 也是我自己改 不过 我自己对迪九这个名字很是满意 不会去改的 音乐书叹了口气 好吧 你就是倔脾气 算了 我们现在就走 从他说话的语气中 迪九差点以为自己和这个女人 还真的是道理关系 让迪九惊讶的是 音乐书寄出的飞船 居然是一件极品飞行神器 极品飞行神器 就算是迪九也没有 至少他现在没有 他想要拥有极品飞行神器 就必须要将自己的道火晋级 而他的道火晋级 还需要太阳星 阿九 你的隐匿功法很是不错 我还不知道 你的真实修为呢 飞船化成一道虚无影线 冲出天月圣道城后 音乐书却是再次询问迪九 迪九揉了揉额头 我师父和我说 我这隐匿功法很是不错 来自远古的一个残破欲剪 若不是我师父的命连 我课给你 也是没有问题 至于我的修为 因为没有仙子高 所以不好意思显露出来 迪九倒也没有说假话 他现在的修为 还真的是没有音乐书高 音乐书都是混员初期了 而他最多不过是半步混员而已 音乐书略显委屈地垂下了眼帘 你不愿意说 那就算了吧 既然我们在一起了 你就叫我阅书吧 叫仙子的身份了不少 音乐书说的 好像和迪九已经有了事实一般 好啊 那我就叫你 月书了 迪九可不会有半点不适应 比起他对付的那些强者来说 音乐书毛都不算一个 音乐书 似乎对迪九改变称呼 很是开心 说话 也开始亲密起来 阿九 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吗 迪九故作犹豫地沉吟了一回 这才有些吞吐地说道 月书 你是真的很漂亮啊 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是什么 音乐书赶紧问道 似乎他的城府极为肤浅 甚至等不到迪九将原因说出来 迪九也不在意 继续说道 我是从很偏远的地方来这里的 我之所以来天悦盛道城 是因为我听说 人机杀店主魄力很大 为了给儿子求亲 居然拿出了太阴星和太阳星 听到迪九说起 太阴星和太阳星 音乐书眼里的煞气 一闪而逝 随即就恢复了平静 迪九就好像没有看见了一般 继续说道 我对任店主很是钦佩 无论是太阴星 还是太阳星 任何一枚都是极致的宝物 而任店主居然能拿出两个来 我产生了好奇 很想知道传言中的月书仙子 是什么样的初衷 音乐书咯咯一笑 是不是见面不如文明 迪九摇了摇头 不是 见面后我才理解了 为什么少店主如此喜欢你了 换成我的话 我也会这样 音乐书平静地说道 可是我却从你身上感受不到 你很喜欢我 迪九毫不在意地说道 喜欢分为两种 一种是和少店主那样 喜欢就必须要追求到手 这是一种轰轰烈烈的喜欢 而我恰好是属于第二种 我的喜欢是清风细雨 风轻云淡的安静 只要静静地看着喜欢的人就可以 而不是和少店主那样 必须要轰轰烈烈 将喜欢的人取回来 不错 你的确是很会说话 你说 你对任店主很是钦佩 是不是很想看看 太阴心和太阳心 音乐书看着迪九呵呵说道 迪九自然说道 那是当然 换成任何一个修饰 如果能看见太阴心和太阳心 那都是无上的荣誉 我自然也是不例外啊 不过 我很清楚 以我的地位和修为 想要看见太阴心和太阳心 那是绝无可能的 音乐书若有意味地看着迪九 不 你只要跟在我身边 你还是有机会的 太阴心就在我身上 也许我以后会给你看看 太阳心在我夫君身上 等我公公回来了 我和我公公说一下 也许你也可以看到 听到太阳心不在音乐书身上 迪九心里大失所望 如果换成开始 他都不会和音乐书一起出来 他出来 可不是为了看太阴心的 太阴心他身上就有一块 他要的是太阳心 音乐书的极品飞行神器 速度是真快 也同样让迪九明白了 太极界是多么的残破 几天的路程都不用传送阵 而是用飞行法宝 迪九很清楚 不是音乐书不愿意用传送阵 应该是太极界的 传送阵极少 根本就没有办法传送 这才用飞行法宝 五天后 飞行法宝停在了一处山谷外面 音乐书也和迪九走出了飞行法宝 同时收起了自己的极品飞行神器 后面几天都不怎么说话的音乐书 终于说道 阿九已经到了碎寒谷 这次我们聚会就在碎寒谷 走吧 我们一起进去 迪九的神念早已渗透出去 他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天地规则 似乎比天月圣道城还要完善一些 在这周围进入谷口的路两边 各在了三排清脆的树 分别是松树 竹子和梅花 尽管还有雪花飘落在上面 松树 竹子和梅花肉身 依然清脆无比 这是碎寒三有 不知道碎寒谷是不是由此而来 岳书姐 你也来了 比我还要早呢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跟着又是一艘飞船落了下来 随着说话声音 从飞船上下来 一名容貌一样绝色的女子 这女子一身翠绿的衣裙 美目中带着一丝笑意 每跨过一步 都好像在虚空之中 飞行了一段班 甚是让人赏心悦目 她的修为虽然没有音乐书高 赫然也是道远后期了 音乐书也是满脸欢笑地说道 若曦妹妹 你路途比我远多了 却和我一起来 是我懒惰了一些 出门晚了点 若不是有你一起 我估计我是最后一个到的 岳叔姐 这位是 叫若曦的绿群女子 将目光落在了 跟在音乐书身边的笛九身上 眼里有些疑惑地问道 音乐书耳边微微一红 随即说道 这是笛九 你就叫她阿九好了 听说我的名字后 一直追到了天月圣道城 这次又要跟随我 一起来这里 笛九暗叹 这女人真不要脸啊 说话的时候 耳垂还红 似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一般 第七二二章 人以群分 阿九 这是桃花神物的温若曦 你叫温师姐就可以了 音乐书却没有冷落 笛九 同样地向笛九介绍了一下 温若曦 笛九对温若曦一抱拳 笑了笑说道 见过若曦仙子 叫温若曦师姐 呵呵 这温若曦和她无亲无故 修为 又比她还要低 就凭比她长了几十万岁 就要叫师姐吗 听到笛九并没有叫自己师姐 反而叫若曦仙子 温若曦倒是诧异地看了看笛九 随即奄然一笑说道 岳叔姐 阿九 我们也一起进去吧 说不定我们来得最晚了 音乐书对笛九自己有主意 并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笛九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他也不会让笛九代替之前 那个被他拍死的家伙了 当然 他让笛九一起跟着过来 除了代替心里的那一丝空虚和失落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只是现在 他还没有弄明白而已 此刻已经有两名迎兵女修迎了上来 将笛九三人带入了碎寒谷 碎寒谷里面一样是冰寒入谷 到处都是碎寒三直 穿过外阵 笛九面前出现了一条蜿蜒向上的天阶 如果不用神念的话 看这条天阶就好像直接通往云层深处 就算是用神念 也只能扫到镜头模模糊糊的一些影像 跨入这条天阶 左右两边的植物终于有了变化 不再是松树 竹子和梅花了 而是变成了一排排的巨灵神术 越往上走 周围的神灵器就越浓郁 一直走了将近一炷香时间 笛九几人 这才停在了一个宫殿大门之外 他忽然看着笛九说道 你很老实啊 笛九疑惑地看着温若曦 他并没有和温若曦说什么呀 也没有做过什么呀 怎么知道他老实 一边的音乐书微微一笑 解释道 阿九 若曦妹是说 你在上岁寒天街的时候 并没有用神念四处乱扫 所以才说 你很老实 笛九心里很事无语 他不是没有用神念扫 而是温若曦和音乐书的神念 和他的神念比起来 无论是强度还是凝食 都差得太远了 如果能觉察到他的神念 再四处乱扫 那才是怪事了 大殿大门打开 笛九三人 跟着迎兵女修进入大殿 大殿中 早已来了十多个人 岳书姐来了 若曦姐 你怎么和岳书姐一起来的呀 一名长相半点 也不弱于音乐书的女子 早已迎了上来 跟着这名女子身后的 是十多名男男女女 让笛九震撼的是 这些人年龄 似乎都不是那种老妖怪 但修为都是强的可怕 虽然没有人和音乐书一样 已经跨入了混员境 但半步混员 还是有几个的 更多的都是道元 后期或者是道元中期 果然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估计这次聚会在这里的 都是太极界最顶级的那批人 笛九站在一边 等候音乐书 和这些修士打招呼 一直到和这些人打过招呼了 音乐书 似乎这才想起了笛九 然后主动说道 阿九过来一下 我来帮你介绍 众人 似乎这才看见笛九一般 纷纷对笛九点头 示意 阿九 这是碎寒谷的素肉 阿九有介绍的 就是那名长相不弱于音乐书的女子 甚至在气质方面 还要略胜音乐书一筹 不用了 我应该叫阿九师兄的 素若见过师兄 素若主动对笛九一失礼 语气极为谦虚客气 笛九还了一礼 目光扫了一下 跟在素若身后的那名 拖着托盘的女币 在笛九看来 这个女修的身姿 甚至比素某还要完美 容貌很是一般 似乎有一股隐隐的清气 覆盖在上面 这名女币看起来修为很低 只是一个遇到初期而已 可在笛九的眼里 这个女修的修为 绝对不是遇到初期 而是这里修为最强的一个人 混缘后期 甚至还不止 笛九目光 又落在了这女修脸上的清气上 这清气有些古怪 似乎并不是人为造成的 见笛九打量身边的女币 素若笑了笑说道 阿九 我还以为你是追求月书捡来的 你这样看我的女币 可是没有礼貌哦 不过 我这女币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她只是因为修炼出了问题而已 若不是修炼出了问题 她可不会比我差 修为也不是遇到 而是一个化道后期修士 笛九 心里冷笑 化道 就你肃默在她面前 也不够人家一巴掌的 那女币 也感受到了笛九的目光 主动对笛九一欠身 薄小双见过九哥 笛九 也是还了一礼 没有再说什么 就是对方混缘后期 实力恢复了 甚至是何道又怎么样 她并不在意 阿九 这两位是千胡见庄的西西里师兄 和神韵和圣道宗 寻臣子师兄 你要多多请教 音乐书主动打断了 笛九和娄小双说话的机会 再次为笛九介绍 又是两个半步混缘 笛九暗道 这千胡见庄 和神韵和圣道宗 肯定也是顶级大宗 西西里 一身白衣 英俊替躺 腰间别着一只玉枭 看起来极为洒脱 倒是那寻臣子 看起来较为木讷一些 哈哈哈哈 西西里哈哈一笑 对笛九抱拳说道 阿九道友 可不需要向我们请教 倒是我们需要向阿九请教 如何能够跟在 乐书仙子的身边 这话听起来 似乎对笛九有些讥讽 被西西里说出来 却似乎天经地义 笛九心里暗叹 穿越神殿殿主的威望 实在是不怎么样 如果穿越神殿殿主 任击杀的威望强悍一些 这些家伙 敢如此开玩笑 音乐书好歹也是他的儿媳妇 后面音乐书还在介绍 笛九已经没有心情听下去了 只是礼貌而已 在一边附和着 一些音乐书也不认识的人 也是主动上来自我介绍 这一番客气 时间就过去了半个多时辰 好不容易等众人介绍完毕 速诺才说到 大家都已经到齐了 我们先论到吧 论到完毕后 再进行到交易 等我们这些都结束了 我估计太极秘境也要开启了 那个时候 我们正好一起进入秘境 寻找机缘 居然是为了太极秘境而来 笛九心说 这个秘境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不过能聚集这么多的半部混员 和到缘后期修室过来 应该不是简单的地方 阿九 你和我一起来吧 你修为低 随便听听 也是有些收获的 音乐书 似乎很是照顾笛九 主动叫笛九跟在他身边 笛九却是一摆手说道 我修为低 你们论道 我也听不懂 就留在这个地方等你好了 音乐书犹豫了一下 随即就说道 那好吧 如果你等的新交 随时进来寻找我 无论如何 在别人的眼里 音乐书绝对算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子 而且一切都不以自己为中心 处处照顾笛九的面子 之前众人和笛九客气 那只是因为音乐书的关系 现在音乐书进去了 也没有人留下来和笛九啰嗦 笛九等众人进入内殿论道后 这才找了一个座位 准备坐下 他却发现 除了周围的迎宾女修之外 素诺身边那个叫娄小双的女币 居然也没有走 不但没有走 而且还主动走向了笛九 对笛九躬身一礼 才柔身问道 阿九师兄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第七二三章 我姓林 笛九坐了下来 随口说道 当然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你是不是看出来了 我的真实修为 娄小双看着笛九 说话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 让他的声音散意出去 笛九点点头 也不是特别肯定 只能大致知道一些 那你说 我是什么修为 娄小双语气略微 显得有些激动起来 盯着笛九声音 略微有些颤抖问道 笛九指了指 对面的座位说道 你坐下再说吧 不用那么紧张 就算是天塌下来 也不是我们两个人顶着不适 娄小双吸了口气 对笛九点点头 对 你说的没错 就算是天塌下来了 也不是我们两个顶着 说话间 娄小双坐在了笛九对面 没有半点拘谨 笛九将寒碎谷提供的茶水 推在了一边 拿出自己的星空茶 泡了一壶新茶 将其中一杯茶 递给娄小双 这才说道 我自己炼的茶 喝喝看吧 笛九自己泡茶 可不会只用一片茶叶 就这一壶茶 他就用了十片星空 茶叶 茶还没有喝到嘴 那淡淡的宁静星空气息 就散溢出来 娄小双紧紧闻了一下 就感觉到自己的石海和元神 有了一种空灵 娄小双立即就知道 这是了不起的好茶 他端起茶杯送到口边 茶还未入口 心头已经清凉 似乎远离了修炼的枯燥 远离了喧嚣的宇宙 娄小双再也忍不住 端起手中的茶一饮而尽 他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宁静 一种心灵上的升华 那极致的宁静入口 化为浩瀚的虚空 甚至要演化一个世界 娄小双闭上眼睛 他心里有了一种感动 他第一次喝到这种好茶 给他一口茶 他就看见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刻 他似乎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颈骨开始松动 有一种新的生机 在他的生命中激活 好茶 两酒之后 娄小双终于睁开了眼睛 激动地说出声来 可敌酒依然是闭上眼睛 他心里一样是激动不已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星空茶居然可以加速他疗伤 仅仅是一口茶 雷小双的话 将手中的茶一饮而尽 这才遇了口气 心里暗道 他可真是身有宝山 而不自知啊 我这茶的确是不错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敌酒 来自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感受到自己康复加快的敌酒 心情也是愉悦起来 因为娄小双 敌酒发现了 自己星空茶的妙处 心里自然是高兴不已 林小双见过敌大哥 林小双站了起来 躬身一礼 他心里已经清楚 敌酒不是一般的人 你姓灵 敌酒疑惑地看着 林小双 林小双点点头 是的 我姓灵 小双却是我的真名 我也不是太极界的 同样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 说话间 林小双抬头看了看头顶 似乎在回忆着家乡的点点滴滴 你得罪人了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的修为应该是混圆圆满 甚至是合道了 敌酒感觉到林小双 更是亲切起来 说话也没有了之前的犹豫 林小双惊不已地看着敌酒 好一会才难难说道 敌大哥 你真的可以看出我的修为 难道你已经是 敌酒一百首 你不要想太多 我的修为比你差很多 而且现在还受伤 再深 只是因为我修炼的功法关系 所以我对别人的修为 很是敏感 说完这句话 敌酒指了指面前的茶壶 对娄小双说道 这星空茶对你不错 你可以多喝一点 是 多谢敌大哥 林小双总算是反应过来 他没有客气 主动为敌酒倒了一杯茶 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端起茶杯 将茶杯里面的茶一饮而尽 敌酒也将一杯茶喝完 又倒满了两杯茶说道 你体内似乎被什么禁锢住了 虽然我看不出来 是什么禁锢住的 不过 你留在碎寒谷 对你来说 没有半点好处 林小双叹了口气 没有直接回答敌酒的话 而是说道 敌大哥 我感觉到 你身上有一种超越 寻常修饰的气息 所以觉得 你不是一般的修饰 这才想要请你帮个忙的 敌酒 微微皱眉 他修炼的规则大道 显然不是寻常修饰 可以相比 如果林小双连这个也看得出来 那岂不是太过逆天了 看见敌酒皱眉 林小双赶紧解释道 敌大哥 你不要误会 我之所以能感觉得出来 不是因为我多厉害 而是因为 我对曾经看到过 和你这样的强者 也亲身感受过 这种超越寻常修饰的大道气息 敌酒没有询问 浩瀚宇宙之中 有无数介遇 无数虚空 强者更是多不胜数 他能得到第九道 谁能肯定 别人得不到第八 或者是其余的道则 不要说别人 就算是那个宇宙之主 敌酒估计自己 就算是修炼到第三步 恐怕也和他相差很远 你说吧 想要我帮什么忙 我先说在前面 如果能帮到的 我自然帮 如果帮不到的 我也没有办法 敌酒对林小双 很是有好感 除了他眼神很干净之外 敌酒也没有从他身上 感受到任何的不舒服气息 这和音乐书不同 和音乐书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敌酒心里 就没有多大认同感 如果有一天 你有机会去玄黄天外天的话 就顺便帮我带个信 给我朋友 林小双 抬手打了一道静置 这才凝聚生线 带着一丝 请求的语气说道 敌酒微微一笑 虽然我很想去玄黄天外天 可惜我现在 根本就没有宇宙方位啊 我也不知道 玄黄天外天 在哪一方宇宙介遇 当然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去玄黄天外天 我必定将你的话 带到 林小双疑惑地看着敌酒 敌大哥 难道你不知道 玄黄天外天和太极界 在同一方宇宙 相差的 不过是路途遥远一点而已 真的 莫大的惊喜涌来 敌酒激动地说道 你赶紧说 带话给谁吧 还有玄黄天外天怎么过去 林小双这才明白 原来敌酒根本就不知道 玄黄天外天 不过能帮助一点敌酒 他心里一样高兴 连忙说道 我本来的戒指被人拿走了 所以现在 没有空间方位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怎么走 我的两个朋友一个 叫着叶一末 还有一个 叫着甜木碗 你见到他们 只要说 碰 一声巨大的声响 打断了林小双的话 跟着一名长相不俗 面容很是清冷的女子 迅速冲了出来 还没等着女子走出大门 敌酒就看见 素若也冲了出来 她带着歉意地拦住了 冲了出来的清冷女子说道 冰山姐 大家在一起论道 一些不同观点 咱们就不要停好了 如果 冰山姐就这样气冲冲地走了 素若将来的脸 也没有地方放了 都会说 我遂喊古代客太粗糙 那叫冰山的女子 似乎当时的愤怒 已经过去 淤了口气 胸口起伏了两下 没有再走出大殿 不过她同样也没有 进入内殿继续轮倒 反而是坐在了敌酒 和林小双的桌子前 直到此刻 素若才发现 林小双居然和敌酒 坐在面对面 她惊讶过后 眼里立即就是闪过一丝怒火 哪怕她再大度 在她眼里 林小双也是一个女逼 一个女逼居然敢和客人 坐在一起 简直是打她碎寒骨的脸 哪怕敌酒这个客人 在她眼里 也是垃圾的存在 但好歹明面上 还算是客人 第七二四章 单道之争 这里没有你的事情吗 你先去一边吧 素诺依然是压制住了 内心的怒火 尽量用平缓的语气 和林小双说道 林小双微微一笑 还没等她做出决定 敌酒就说道 我和小双师妹聊得正开心 为何要让小双师妹走啊 素诺一时语色 她没想到敌酒会这样 对她说话 难道敌酒真的不知道 她自己的身份吗 和月叔一起来 以为月叔对她很尊重 难道她真不知道 她仅仅是 月叔的一个小小跟班 甚至连跟班都算不上 月叔心情好的时候 敌酒还可以跟在身边 心情不好的时候 恐怕是一脚 就将敌酒踢走了 这件事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 估计不知道的 就是眼前这个敌酒了吧 说好听点 是月叔的追求者 说不好听点 不过是月叔的一个替代品而已 一个替代品 还真的将自己当成 碎寒谷的贵宾了 如果不是顾及月叔的面子 素诺恐怕是一巴掌 就将敌酒拍成碎渣了 林小双外柔内刚 如果不是敌酒的话 他或者站起来让开了 倒不是因为害怕素诺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 将素诺的话当回事 他好歹也是一个河道强者 岂能在意小小的一个素诺 现在敌酒说 让他不要站起来 他自然没有在动 素诺看见敌酒敢反驳他的话 而林小双更是连动也不动 哪怕还心里还能忍住 脸色已经有些难看起来 倒是那叫冰山的女子 诧异地看了一眼敌酒 他虽然不喜欢八卦 同样也知道音乐书的一些爱好 他也没有想到 作为音乐书的一个跟班 还真的敢和素诺作对 要知道素诺叫他阿九师兄 只是照顾音乐书的面子而已 事实上在素诺心里 敌酒恐怕连一条狗都不如 不过他也没有插话 这和他毫无关系 他随手拿起杯子 将敌酒的星空茶倒了一杯 在他眼里 这里的茶自然都是碎寒谷提供的 可是那茶一倒出来 一种淡淡的宁静气息 就扑面而来 随即无论是素诺还是冰山 都被这种宁静气息吸引住 叫冰山的女子 更是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随即他就瞪大了双眼 脸上全部是一种激动和欣喜 他感受到了一种浩瀚无边的星空 而这浩瀚无边的星空 偏偏又是如此的宁静 似乎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宇宙世界 那是一片绵绵的开天生计 若是借此感悟一番 或者他对道的理解 就会更深一个层次 好茶 冰山惊喜不已地 看着一边瞪着眼睛的素诺 诺妹 没想到你碎寒谷 连这种茶都拿出来待客 这是我喝到的最好的茶 说话间 他眼里的那种渴望 已经异于言表 素诺很是疑惑 他伸手就要去拿茶壶倒茶 只是迪九抬手 就将茶壶收了起来 淡淡说道 这是我朋友给我的 只剩下这点了 如果都被你们喝完了 我喝什么 听到迪九说 这茶是他自己的 叫冰山的女子眼里 露出一丝歉意 对不起啊 阿九师兄 我以为这是碎寒谷的茶呢 我叫邵冰山 来自天丹宗 邵冰山的话还没说完 那店中的一群人 就纷纷走了出来 印月书看见邵冰山 坐在迪九旁边 连忙过来 笑淫淫的说道 阿九 冰山妹 可是一个化道单神 如果你将来需要练丹 可以求他啊 邵冰山淡淡说道 月书姐太高看我了 这里有人比我要优秀多了 练制化道神丹成丹的时候 还能借助丹渣凝聚丹气 提高丹药等级的 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是做不到的 一名跟上来的乱发青年 仗红着脸说道 这绝对可以 借助丹渣凝聚丹气 肯定可以提高化道神丹的等级 但言 你就不能让一下冰山尸解吗 有这么较真 一名年龄略大的女子 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迪九已经大致明白了 邵冰山为什么气冲冲地跑出来了 原来是因为眼前这个乱发青年 胡说八道 玷污了他心里的丹道 周围 旁观的修饰都是暗道不好 大家都知道邵冰山的秉性 其实是一个很理性 脾气都不大的人 只是一旦涉及到丹道 那他就彻底地和冷静无关了 只要有人颠覆他心里的丹道 他必定要发飙 甚至动手都是有可能的 果然刚才还想要询问 抵九星空茶的邵冰山 一拍桌子 呼得站了起来 我邵冰山还不需要任何人来让我 但言 既然你说 可以借助丹渣凝聚丹气 甚至能提高神丹等级 那你现在炼制一炉给我看看 如果你做到了 我就承认你说的对 我自己跪地拜你为师 但言红着脸 有些磕巴的说道 我虽然还不能做到 但我认为 这肯定是有可能的 而且可能性还很大 千胡见妆一袭白衣的西西里 哈哈一笑 要不这样吧 大家都举手好了 以举手表决 看看谁说的 对 同意冰山师妹担到说法的 举手吧 说完 西西里主动将手举了起来 跟在西西里后面 其余的人纷纷举手 最后抵九发现 没有举手的 只剩下了四个人 但言和邵冰山是争论的施主 自然是不需要举手 除此之外 只有抵九和林小双 没有举手 小双 你为何不举手 本来就对林小双 心里很是不痛快的诉诺 忽然对着林小双问道 林小双微微一笑 因为我对丹道不精通 并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 所以我不能举手啊 林小双的话 让很多修士的脸色 都有些不自然 他们一样不懂丹道 或者说丹道水平很低 他们举手 只是因为支持西西里 和邵冰山而已 西西里 来历不简单 又是半步混元 邵冰山更是来自天丹宗 本身就是一个化道丹神 比起散修丹道出身的淡言来 邵冰山的丹道 自然是更有说服力 更何况 但严还不是化道丹神 仅仅是一个遇到丹神而已 阿九 你怎么也不举手啊 音乐书笑一宁地看着迪九 刚才他可是举手支持邵冰山的 他主动带着迪九 来到碎寒谷 将迪九放在和他一样的位置上 在他看来 这点小事 迪九自然应该跟着他的动作 去附和 迪九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不举手 是因为我觉得 这位但严道友说得对啊 既然但严道友说得对 我为什么要支持不对的呢 对迪九自己来说 他炼丹自然不需要丹渣中的丹气 来提升神丹的品质 但他的丹道 比邵冰山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 这种借助丹渣来提升神丹品质的事情 那是肯定可以的 这是针对一些丹道 还不是很强大的丹师 这些丹师在炼丹的时候 杂志提纯不纯粹 残留了一些纯粹的有用丹气 在残渣之中 这种有用的丹气 就算是丹师之道 也无法提纯出来 用来凝炼丹药品质 因为这样做 直接会将易如丹药化成废丹 或者是不但不能提升丹药品质 还会降低丹药的等级 迪九在创造出法则丹绝之前 就用过这种手段 在他创造出法则丹绝后 他炼制的丹药残渣中 几乎就没有任何有用丹气了 自然不会再用这种低级手段 第七二五章 拉低楼的档次 邵冰山原本对迪九 还是有些好感的 此刻听到迪九的话 看向迪九的眼神 立即就有些冷了起来 虽然哗众取宠 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可是我被修饰轮道 都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如果信口胡言 道何必存 迪九本来就没有打算 在这个问题上站立场 只是那个稀稀里要 大家表态 而音乐书又盯着问他 他这才实话实说而已 现在邵冰山喝了自己的星空茶 还如此一副嘴脸 让迪九很是不爽 邵冰山 你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压着你相信 说到这里 迪九更是冷哼了一声 你这种一来就和别人茶的女人 全世界似乎都是握在你的脚下 我是最讨厌的 和你论丹道 实在是拉低我的档子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炼丹 你 邵冰山呼的战气 脸色气得铁青 他有一个秉性 那就是 你可以打他骂他 但绝对不能贬低他的丹道 也不能指责他的丹道错误 除非你能当着他的面 证明给他看 加上刚才他的确是无缘无故 喝了迪九的茶 这让他愤怒和羞愧交加 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音乐书脸色同样气得铁青 他给迪九面子 就是要让迪九知道 他很重视迪九 让迪九慢慢改变对他的印象 可是迪九居然敢仗着自己的撑腰 连邵冰山的面子都不给 邵冰山可是话道单神 而且出自天丹宗 岂能随便得罪 音乐书随即就想起了迪九的臭脾气 如果迪九是一个好说话的 也许他也不会这样看中了 想到这里 他的怒火再次消散掉 音乐书能忍一下 兮兮里却是不爽了 乐书仙子养的一个小跟班 给三分面子 就敢如此嚣张 简直是不知所谓 他语气再也没有了之前 对迪九的客气 而是冷冷地说道 这么说来 迪九兄弟可以轻松 借助丹渣凝聚出来 品质更高地化到神丹了 迪九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 将茶杯中的星空茶 一饮而尽 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没错啊 好 那就请迪丹师 为我们炼制一炉吧 不要说没有丹炉和神灵草 我们这里多的是 西西里要的就是迪九 这句话 迪九说完后 他跟着就说道 迪九看着西西里 呵呵一笑 你是谁 和我是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炼丹给你看 如果你能和你说的那样 炼制出来 借助丹渣 凝聚更好品质的化到神丹 我少冰山愿意以施力相待 少冰山立即就说道 他本来愤怒的火焰 也下降了许多 因为迪九的回答 和弹炎的回答有些不同 迪九说 他可以炼制出来这种化到神丹 而弹炎 却是说 他不能炼制出来这种神丹 迪九哈哈一笑 施力 你以为我稀罕吗 多少人求着哭着拜我为师 我都不愿意 我凭什么要受你为弟子 是你长得比别人好看 还是你性格比别人好 不善言辞的少冰山 被迪九的话挤对的完全卡住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稀稀里眼里 杀气一线 如果不是迪九跟着音乐书一起来的 他都准备教训一顿迪九了 现在音乐书虽然脸色难看 依然没有说话 所以他有怒火 也只能压制住 迪九 既然如此 那你说你需要什么 或者如何才能炼制一炉丹药吧 要不我拿出一件中品神器飞船 只要你能按照之前争论的方式 炼制出来一炉化道神丹 我这飞船就是你的 迪九 无语地看着兮兮里 语气更是平淡地说道 你觉得 我能按照我说的方式 炼制出来一炉化道神丹 我会在意你一件中飞行神器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算是 你将你的飞行法宝丢在地上 我都懒得弯腰去捡啊 只有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才会将一件中品飞行法宝 看得如此重要吧 我出一件上品神器丹炉 邵冰山说话间 一抬手 就将一尊古朴的丹炉 落在了迪九的面前 众人看见这尊丹炉 都是暗自钦佩邵冰山的魄力 哪怕明知道迪九 炼制不出来这样的一炉丹药 但是邵冰山 能拿出这尊丹炉来做赌注 也是要有魄力的 邵冰山的这一尊丹炉 可是天丹宗的三大丹炉之一 排在第三位的 迅脚顶 若是论其价值 就算一些极品的丹炉 也不一定比得上 迪九却是扫了一眼眼前的丹炉 兴趣缺缺的说道 不感兴趣 哈哈 嘻嘻里 哈哈一笑 随即说道 原来如此 不用嘻嘻里 说出来 大家阅读明白了迪九的意思 迪九是炼制不出来 所以才说不感兴趣 否则的话 就算是不炼丹的修饰 看见了眼前的训脚顶 也会忍不住眼红的 原本因为迪九 支持自己丹道的诞言 此刻听到迪九的话 也是眼神黯淡下来 他也认为迪九是胡扯八道的 肃默淡淡说道 那你说 你对什么感兴趣 若是你说不出来的话 那就别怪我碎含骨不懂戴克之道了 迪九呵呵一笑 当年穿越神殿的少殿主 求倾到陈于公 也知道 拿出太阴太阳星 给阅书仙子做聘礼 我现在要当这儿等着面 表演这个宇宙间 最顶级的炼丹手段 拿出来的东西 难道比太阴星和太阳星 还要低不成 若是比这个还低 我的演出费 也太低了点 原本有些怒火的映月书 反而奄然笑了笑 拿出一个浴盒 放在桌子上说道 阿九 既然如此 那我就用这枚太阴星做筹码吧 可惜的是 太阳星不在我身上 否则的话 我倒是可以一并拿出来了 迪九没想到 映月书真的拿出太阴星了 可惜的是不是太阳星 如果是太阳星的话 他早已拿出丹炉 开始炼丹了 不过太阴星和太阳星的价值 可是一样的 他不在意 只是因为他有了一枚而已 想到自己身上的火焰 可不止到火 还有别的火焰 这没太阴星一样用得上 就是 阿九师兄 月书姐 连太阴星都拿出来了 你不会还要再要一颗太阳星吧 宋诺语气带着讥讽 明显是看迪九如何收场 迪九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 那我就 勉为其难的炼制一炉化道 神丹给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炼丹吧 说话间 迪九已经将太阴星的玉盒收了起来 嬉嬉礼一皱眉 语气有些冷意地说道 迪九 你还没有开始炼丹 为何要先将彩头收起来 迪九呵呵一笑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可以炼制出来啊 而且还不会有人抵赖的掉 见兮兮里 还要说什么 音乐书一百首 让他炼吧 他根本就不惧迪九强行收走他的太阴星 如果他的太阴星如此好 被人拿走 他音乐书也不会活到今天 本来他拿出太阴星 是希望让迪九知道 有时候做事说话 不要太过分了 然后他再出面解围一下 让迪九知道 他只能跟在他后面 而不是站在他的前面 看见迪九真的准备开始炼丹 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 绍兵山更是瞪大了双眼 甚至连神念都一丝不苟地 落在了迪九的每一个动作身上 这个时候 他不会错过迪九的任何一个细微表现 第七二六章 迪九炼丹 不错 有些胆量 兮兮里哈哈一笑 既然你有炼丹的胆量 那我就给你一个造化 说完 兮兮里随手丢出一个戒指 落在迪九面前 这里面有一堆二级三级神灵草 只要你能勉强承担 这些神灵草都是你的 我甚至不需要你的丹药是什么等级 只要承担就行 迪九看都没有看地上的戒指 直接抓出了一件半神器丹炉 他的炼丹丹炉是大咒顶 不过炼制化到神丹这种低级丹药 迪九还不需要拿出自己的大咒顶来 边上的修士看见迪九 只是拿出一个半神器丹炉 都是目瞪口呆 半神器丹炉 在仙界应该是顶级宝物 可这里是神界 半神器丹炉 给炼丹师去炼丹 就算是能炼制出来塑导神丹 也算是顶级的丹神了 而迪九居然要用这半神器丹炉 炼制化到神丹 这是欺负别人不懂丹药 强行降低大家的智商吗 迪九 我以为你是一个炼丹师 所以我尊重你 但你如此侮辱 丹道 今天就算是我邵兵山死在这里 也绝对会将你杀了 邵兵山看见迪九拿出的半神器丹炉 眼里怒火蹭的一下就冲了上来 周身杀气肆意 似乎下一刻就要对迪九动手 宿诺冷笑 这个迪九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狂妄之徒 敢在这个地方放肆 的确是不知死活 太极界虽然没落了 可是太极界的丹道 依然还是很强势 大的丹门至少有十个之多 如果邵兵山今天在这里 杀了侮辱丹道的迪九 迪九就算是后台再硬 恐怕也无法跳天 更何况 在宿诺看来 迪九应该没有什么后台 只不过讨好了音乐书而已 音乐书皱了一下眉头 迪九还没有炼丹 就将他的太阴心收起来 他心里已经有些不爽了 现在迪九如此找死 他忽然感觉自己 下次找人的时候 不能这么随意了 迪九冷冷地盯着邵兵山 哦 那你就说我如何侮辱了丹道 是不是你家炼丹 就是对丹道的尊重 别人炼丹都是侮辱丹道 既然如此 你还请教个屁啊 你这么虚伪 你家里人知道吗 邵兵山吸了口气 强行将自己的杀意压了下去 缓声说道 我邵兵山静您丹道十余万载 却从未见过 有人用半神器炼制 化到神丹的 莫非你是混元丹圣 甚至是何道丹圣不成 迪九哈哈一笑 这么说 你的年龄活到狗身上去了 也要求别人和你一样 活到狗身上去了咯 你做不成的事情 就是错误的 这是哪门子的丹道 你是宇宙开辟之主吗 天地的一切规则 甚至包括承担规则 都是你制定的 必须要等你能做到后 这才是真理 说实在话 迪九本来对这个邵兵山 并不是多厌恶 可是这个女人 太过自我了一点 容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应该说 她从小到大 都被宠觅到了极致 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 所有和她想法 或者是认知向左的东西 都是错误的 就算是你自己认为 别人是错误的 那也没有什么 毕竟各自观点不同 也没有必要要求 别人和你的认知一样 可是这个女人 一副天下丹道 都是她管一般 她仅仅是拿出一个 半神器丹炉 炼制化到神丹 就触怒了她的逆灵 甚至对她有了杀意 这种女人 迪九有好脸色 你怎可这么说话 印月书脸色一沉 语气有些冷了起来 迪九哈哈一笑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前辈 这种话 还是留着你们自己心里吧 别扯伤我 在我眼里 这里没有我的前辈 我也不想成为你们 这样一群人的前辈 大家各交各的 迪九 你如果不能练单 就直接说出来 大家看在 月书仙子的面子上 留你一条性命 也不是不行 若是你继续这样 胡搅蛮缠 不愿意练单 就是月书仙子 现在也不会放过你 细细里脸色 欲发难看起来 甚至用话题 对住了印月书 印月书淡淡说道 大家不用看我的面子 迪九你好自为之 他对迪九是彻底失望了 等会迪九被杀后 他将迪九的尸体带走 看看迪九身上那一种 和阴阳太极气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迪九冷声说道 你眼睛瞎了吗 没看见刚才是绍兵山 找茬不让我练单啊 听到这话 西西里脸上杀气肆意 抬手就要轰向迪九 迪九同样准备 收起单卢动手了 他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 杀了西西里 然后再顿走 还是可以绊倒的 西师兄 请住手 绍兵山叫住了西西里 然后压住内心的愤怒 迪丹师 既然我的年龄 都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那就请你这个 没有活到狗身上 去的丹师 为我们炼制一炉 化到神丹吧 迪九没有搭理绍兵山 抬手抓出一堆神灵草 双叶神云根 一边一直处于 尴尬禁地的 但言精益出生 这件事因为他而起 后来居然变成 大家对迪九 而他还不能插口 此刻看见迪九 拿出来的这一堆神灵草 最上方是一株 双叶神云根 他才知道 迪九想要炼制什么丹药 迪九即将要炼制的是 神云丹 这可是顶级的化到神丹 因为这种丹药 对道元之下的修饰 恢复神员效果极佳 可以说是几种顶级的 恢复化到神丹之一 因为主要灵草 是双叶神云草 所以这种丹药 炼制起来极为困难 也同样是 比较难炼制的 化到神丹之一 你要炼制神云丹 邵冰山一样 不敢相信地看着迪九 神云丹 他炼制起来 都有些吃力 很难炼制出来 一枚上等丹药 最好的也是中等 迪九没有回答 邵冰山的话 抬手祭出了自己的火焰 他可不会在这里 拿出道火 道火晋级 是需要太阴星和太阳星的 他祭出的 仅仅是模拟的 遇到神火而已 看见迪九祭出的是 遇到神火 一些没有参加争辩的修士 都有些不忍目睹了 迪九的隐匿功法 很显然是不错的 可惜的是 现在这遇到火焰一出来 谁都知道 迪九实际上 仅仅是一个遇到修士而已 可见迪九现在 来炼制神云丹 除了拿出来的药材 是货真价实之外 别的都是不堪入目 只有林小双一眼不眨地 看着迪九的动作 他肯定迪九 不是那种虚浮之辈 和迪九这种人 他见过 而且还不止一个 此刻没有人在说话 所有的人都等着迪九 将丹药炼制出来 或者说所有的人 都在等着迪九 将丹药炼制失败 迪九的火焰 落在半神器丹炉上 仅仅是十几个呼吸时间 迪九就是抬手一拍 半神器丹炉里面的杂志 进阶被迪九这一巴掌派出 少兵山瞪大眼睛 甚至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就清理干净丹炉了 迪九下一个动作 将那一堆神灵草 全部带入丹炉后 少兵山才知道 迪九是真的清理好了 丹炉能站在这里的 都是佼佼者 迪九仅仅是一手 清理丹炉的动作 大家就感觉到迪九 似乎真的是有几下 不过看见迪九抬手 将一堆神灵草丢进丹炉 略懂丹道的修士 都是叹息一声 这炉丹药废了 第七二七章 还能不能愉快聊天 作为话道 丹神少兵山却是看呆了 因为迪九练丹的时候 没有做任何隐匿手法 他根本就看不懂迪九的丹爵 只能看见迪九 不断地将残渣和药液分开 仅仅半住香 不到 他的神念 就扫到迪九丹炉中的丹药成型了 让邵兵山惊掉眼珠的事 这些丹药 居然全部是中等和上等丹药 作为一个话道丹师 这些 他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更让邵兵山惊呆的事情 出现了 迪九在去除丹渣的时候 竟让丹药在丹渣中不断地翻滚 每次翻滚 过去 他就可以清晰大感受到 丹渣中的有用丹气 就减弱了一层 可惜的是 迪九的丹爵手法 他半点也看不懂 当迪九将一炉丹渣全部丢出去后 邵兵山彻底地被迪九的丹道手法震撼住了 看迪九练丹 就好像看一幅天然形成的山水画 自然而成 没有半点刻意的痕迹 更让邵兵山不敢相信的是 迪九的那一炉神云丹 在丹渣中转了一圈后 中等品质的丹药 变成了上等品质 上等品质的丹药 变成了特等品质 而且一炉成丹十二枚 没有一枚废丹 就算是迪九 炼制出来一如下等品质的神云丹 只要能承担十二枚 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厉害化道丹神 丹药炼制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过这丹药是我自己 神灵草炼制出来的 我没有打算送人 迪九将十二枚丹药 送入一个御盘 随手指了指说道 神云丹没有谁不认识 更何况这是迪九刚刚炼制出来的 但言难难说道 真的炼制出来了 神云丹 还是特等神云丹 就算他师父 和遇到神火 那他师父百分之百是炼制不出来 好一会 大家这才都反应过来 现场是一片沉默 能在一炷香之内 用半神器丹炼 和遇到神火 炼制出来神云丹的丹师 恐怕整个太极界 都是没有的 反应过来的 许多人看向迪九的目光都变了 是一种极度的炙热和激动 迪九应该是一个散修 甚至是没有任何后台的家伙 否则的话 音乐书不可能将迪九 当成一个跟班带着 因为迪九只要跟过音乐书身边 将来的命 就不是他自己的了 就是音乐书将来不杀迪九 穿越神殿的店主人姬煞 也会杀了迪九 这样一个家伙 在遇到的时候 就可以用半神器炼制出来 顶级神云丹 将来迪九夸入道元丹圣 几乎有一半的机会 一个道元丹圣 那就是在五太阶虚空 也是让九成九的 丹师仰望之存在 我错了 让迪九没有想到的是 邵兵山居然一样 是炙热地看着迪九 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反应过来的兮兮里 自嘲地笑了笑说道 没想到阿九兄弟 真的是一个化道丹神 虽然这次炼丹 并没有说明 之前丹药可以借助丹渣 再升一个层次 但一个化道丹神 却是 邵兵山这次 却是打断了 帮他说话的兮兮里 不 迪丹神已经解释清楚了 我看得明明白白 这一如神云丹 就是借助丹渣 让丹药提升了一个品质 是我错了 我坐井观天 很多东西都自以为是 说完这句话 邵兵山对迪九 功身毅力 他在丹道上的执着 没有任何人能相比 所以他对迪九认错后 还是说道 迪丹神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一个道员丹神 迪九看了一眼 邵兵山 尽管邵兵山对他认错 他心里对这种人 依然是没有半点好感 只是淡淡地说道 不 你看错了 我不是道员丹神 邵兵山眼神一暗 他本来想要打算 请教迪九丹道的 迪九这种态度 明显是不愿意和他多废话 现在开始 迪九的地位 就远远不是他能相比的了 此刻不仅仅是邵兵山 无论是音乐书 还是宿墨 甚至是之前和迪九 一起进来的温若曦 都是炙热地看着迪九 他们都清楚 迪九的这种单道水平 意味着什么 阿九 没想到你 还是一个顶级的画道单神 我之前的话有些赌气 你不要放在心上 音乐书已经走到迪九身边 语气和声音 都带着一丝熟人之间的味道 迪九心里冷笑 知道太阳星不在音乐书身上 太阳星又已经被他打赌迎来了 他从未想过 继续和音乐书在一起 音乐书在看见迪九的单道水平后 就已经下定决心 不会让迪九从身边溜走 就算是囚禁 也要将迪九囚禁到陈渝公去 当年那个姓宁的 就是因为单道强悍 为了那个姓宁的 陈渝公低声下气 甚至让他去勾引对方 可是人家依然不将他和陈渝公放在眼里 让他丢尽脸面 眼前的这个迪九单道 绝对不会比那个姓宁的差 甚至还要强大许多 要知道 迪九可是没有任何火焰 也没有好的单炉 就能炼制出来顶级的神韵单 这可不仅仅是单道 强大可以做到的 这还需要最顶级的单道天赋 迪九一百首 过去的事情 我早已不记得了 况且 我也没有吃亏啊 我还赚了一枚太阴心 音乐书心里一愣 随即心底 就是冷笑 区区一个遇到蝼蚁 也敢要我音乐书的 太阴心 就是你知不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 不过他依然笑语淫淫的说道 阿九 那太阴心 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了 将来或者 你也会定居到天月圣道城去 也没有什么见外的 迪九一百首 打断了音乐书的话 乐书仙子 虽然我是和你一起来的 但是你这话 你可不能说啊 哎呀 音乐书还没有反应过来 在他眼里 迪九 不过是一个遇到蝼蚁而已 哪怕是一个道员单神 那也是一个蝼蚁 迪九淡淡说道 大家都看见了 太阴心是我赢来的 除非邵冰山说我没有赢他 否则的话 这太阴心可不能说是送我的 邵冰山立即就说道 没错 刚才论丹是我输了 赢的是迪丹神 音乐笑了笑 没有在说话 无论是谁 想要从他音乐书手中 拿走太阴心 那也是痴人说梦 现在他已经开始怀疑 迪九跟在他一起 是不是为了太阴太阳心了 一边懊恼不已的 诉诺手腕上的通讯珠 忽然亮了一下 他赶紧说道 今天来这里的都是 好友 我师父说 碎寒谷的七药寒松果 已经成熟了 今天正好大家欢聚一堂 我碎寒谷请大家 去品鉴一番七药寒松果 诉诺的话 让很多人都是惊喜不已 七药寒松果 这可是道果呀 甚至有人叫这是小道元道果 听说可是七千年一熟 碎寒谷可真大度 让这么多人一起去品鉴七药寒松果 迪九心里是毫无兴趣 七药寒松果 他知道 这被人称为小道元道果 其实是一种化道道果 若是好的化道道果也不错 七药寒松果的价值并不高 仅仅是去除修饰体内的一些杂质而已 一般修饰修炼到了道元 甚至混元后 体内的杂质就非常少了 就算是有的 也不是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除掉的 比如一些单独 至于它 就算是吃一箩筐七药寒松果 也没有半点用处 阿九 我没有什么成福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了 所以经常得罪人 我师父总是说 我心里是白的 说出来就是灰的了 我说的话都是三息 就忘记 阿九你可不能在心里埋怨我 苏诺特意走到迪九的身边 说话的语气 一副童言不计的样子 他师父刚才可是和他发了 讯息 迪九很有可能是一个化道单圣 道元单神 这种人 不要说太极界 就算是太义和太素 也绝对不可能有 这种人 如果拉拢在了碎寒谷 将来碎寒谷 很有可能成为太极界第一大宗 这次邀请大家一起去品尝七药寒松果 可不是本来预定好的 而是因为迪九的出现 临时做的决定 迪九听到苏诺的话 呵呵一笑 我这个人最喜欢记住别人得罪我的话 所以一切解释 在我这里都是苍白的 素诺一正 这还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 第七二八章 热情碎寒谷 音乐书的目光扫了一眼迪九这边 反而没有再和迪九啰嗦 无论迪九如何 最后还是要和他一起走的 等迪九和他一起走的时候 他会让迪九知道 在他面前 迪九什么都不是 迪九既没有和音乐书走在一起 也没有和素诺走在一起 而是和林小双走在一起 之前林小双和他说话 无缘无故被邵冰山打断 林小双也知道 现在耳朵眼砸 所以也没有说话 小双 今天客人很多 你去帮忙吧 我来陪着迪丹神就可以了 素诺看见林小双和迪九走在一起 心里很是不舒服 一个女逼太过放肆了点 林小双微微一笑 诞生说道 这次之后 我就要离开碎寒谷 所以今天 我就不去帮忙了 在迪九证明了自己的丹道后 林小双就知道 他不能再留在碎寒谷了 素诺外表大度 待人接物都很是谦卑 其实不然 如果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在意 一旦威胁到他 那他必定会除掉的 他本来对林小双 是没有半点威胁的 只是因为和迪九的关系 看起来似乎很好 若迪九不是一个顶级单神 倒也无所谓 现在迪九是一个顶级单神 一旦迪九走了 素诺必定会除掉他 哪怕这种威胁 看起来有些不可能 素诺也不会放手的 他留在碎寒谷近万年了 对素诺太了解 素诺的师父 还有另外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的天赋 比素诺还要弱一点 成了素诺的师妹 在素诺跨入道远镜 她的那个师妹 跨入画道近后不久 那个师妹就突然失踪了 林小双虽说没有去调查过 心里却很是怀疑 这和素诺有关系 她之所以到今天安然无恙 第一个她的修为 远远威胁不到素诺 就算这样 素诺还时时刻刻 垫挂着她是一个画道修士 其次 她的容貌 也远远威胁不到素诺 若是她真的能恢复容貌 那她早就走了 不走的话 迟早是一个死字 你要走 素诺有些不可思议的 看着林小双 走 如果你林小双走得掉 那才是怪事了 她自然知道林小双的来历 林小双可不是自己来的 而是宗门的太上长老 酒游送回来的 酒游长老将林小双送回来后 立即就开始闭关 直到今天也没有出关 所以林小双就留在了碎寒谷 做一个女币 但她师父和她说过 林小双不能走 这次迪九代替了 林小双回答道 没错 她打算和我一起走 迪九不知道林小双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做一个女币 不过她已经看出来了 素诺对林小双 不是很好 说话间 一群人已经走进了 碎寒谷的露天亭台 数十名俏丽的女仆 依次站立 每一个人都端着浴盘 迪九看见部分浴盘中 摆放着一枚枚精致 提头的稻果 淡淡的纯稻果香味散发出来 一些修士已经闭上眼睛 开始感受这种稻果的香味 还有一些浴盘中 摆着一杯杯倒满的酒 这些酒一样散发出 淡淡的道运味道 不用喝 只要一闻就知道 这不是一般的东西 敌酒是半点兴趣 也没有 这些道果 就是七药寒松果 而那些酒 也不过是七药寒松果 酿造的道果酒罢了 道果酒 本来就是顶级的东西 因为道果入丹南 酿酒 自然也极为困难 这些道果酒酿造的并不如何 道运缺失 只有行没有了神 虽说七药寒松果 没有被敌酒放在眼里 用七药寒松果 炼制出来 这种道果酒 也算是糟蹋的东西 此刻一名容貌清秀的 中年女子走了出来 在这中年女子走出来后 几乎所有的人 都停止了谈话 同时抱拳失礼 问候 这中年女子 对众人点了点头 甚至还对敌酒这边笑了笑 这才朗生说道 碎寒谷 欢迎各位道友的到来 这次我碎寒谷 能主持太极奎和秘境的开启 是我碎寒谷的荣幸 我碎寒谷 也没有什么 可招待大家的 恰逢我碎寒谷七药寒松果成熟 就邀请大家吃一枚七药寒松果 喝一杯水酒 怠慢之处 还请见谅 一边的林小双 已经低声告诉了敌酒 这中年女子 是碎寒谷的谷主 素千千 用七药寒松果代课 自然不是怠慢 不但不是怠慢 而且还是最有诚意的代课方式了 果然 素千千的话说完后 众人一致感谢 随即一众女币 将玉盘拖到了 众多来宾的面前 来到敌酒面前的时候 敌酒只是笑了笑说道 我就不用了 敌酒没有用这道果酒 也没有拿七药寒松果 林小双一样 没有拿 他现在落到如此近况 可他并不是 没有见过世面的 当年不要说话到道果 就算混元道果 他也不是没有吃过 敌丹师这次来碎寒谷 是否越打算去太极奎和秘境的 敌酒和林小双 刚刚坐下来 一个温和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敌酒 只好站起来一抱全说道 见过朽谷主 我也想去奎和秘境 只是我还没有进入的名额资格 宿千千半步河道实力 说实在话敌酒 还真没放在心上 他又不是没有杀过半步河道 况且宿千千这个半步河道的实力 明显不如昆蓬族的那个半步河道 宿千千根本就没有提敌酒 为什么不吃七药寒松果的事情 而是笑了笑说道 敌丹师 我碎寒谷倒是有两个名额 若是你加入我碎寒谷 成为我碎寒谷的长老 去奎和秘境就简单了 敌酒微微一笑 还没说话 宿千千就继续说道 太极奎和秘境 算是太极界的第一秘境 其中有大量的道果 就包括了道元道果 这个秘境开启间距时间较长 一般情况是十万年左右 因为进入的人很少 所以这个秘境不对 一般修饰开放 能进入的都是大宗门 一般都是一个名额 最多也只是两到三个名额而已 见敌酒依然是脸色平淡 宿千千再次说道 传闻在奎和秘境中 还有混元道果 十万年前就有人得道果 当然 我自己就进入过奎和秘境 并没有看见混元道果 敌酒微微动容混元道果 一个秘境若连混元道果也有 那就说明 这个秘境的天地规则 已经很是完善了 敌酒修炼的是规则大道 很清楚 混元道果形成的艰难 就是他身上 也没有混元道果 虚实的道果塔 倒是有混元道果 可惜的是 没有听说谁弄出来过 看见敌酒动容 宿千千知道差不多了 他却是很会掌控人的心理 并没有继续询问 敌酒加入碎寒谷的事情 而是说道 敌丹师 太极奎和秘境 还有一段时间 你可以在我碎寒谷 做客一段时间 任何时候 只要是在 奎和秘境开启之前 你能做出决定 都是可以的 敌酒一抱拳 多谢宿谷主了 我正要打搅一段时间 不过倒是还有一件事 想要麻烦一下谷主 这个时候 他也不会走的 如果他伤势恢复了 也无所谓 现在伤势 还没有彻底恢复 他一个人 倒是可以走得掉 带着林小双 就危险大了 第七二九章 混乱剑 听敌酒说 有事要麻烦自己 或者说是我素千千能够做到的 当然是没有问题 敌酒听到这话 也是满意地说道 那就多谢宿谷主了 小双和我一见如故 我打算带他离开碎寒谷 还请宿谷主准语 听到敌酒居然是要带走林小双 素千千眼里露出难色 他是真的为难了 倒不是不愿意放走林小双 而是因为太上长老 久由闭关之前就说过 绝对不能让林小双走 而且还不能让林小双觉得 碎寒谷亏待他了 敌酒看见素千千的为难 只是微微一笑说道 谷主如果为难 这件事今天就不提了吧 我打算去休息一下 对敌酒来说 今天不提不代表明天不提了 他有把握在最短的时间内 借助星空茶恢复实力 素千千听到敌酒不再提林小双的事情 立即松了口气 赶紧说道 既然如此 我安排人带你去休息吧 说话间 素千千就要叫一名女币过来 带敌酒去休息 敌酒摆摆手 谷主 我和小双聊得来 就让小双带我去好了 对敌酒这个要求 素千千倒是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对林小双说 小双 你带敌丹氏去休息吧 一定要招呼好敌丹氏 林小双 本来就是碎寒谷的女币 去招待敌酒 也没有什么 尽管有林小双作陪 碎寒谷 依然是派了一名女修过来带路 碎寒谷外面冰寒撤谷 但真正进来了 这里面倒是温暖如春 非常事宜居住 仅仅半住香时间 敌酒和林小双 就在碎寒谷的女修带领下 来到了一间灵狐洞府 不但神灵气极为浓郁 外面还有一个四级的神护震 进入洞府 林小双并没有说话 她知道敌酒这种强者 绝对不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就和她说话 敌酒的神念早已渗透出去 很快 她就在这个洞府中 找到了一个较为隐匿的窥探禁止 外面的洞府护震 也不过是四级神护震 而这个窥探禁止 居然是五级巅峰的禁止 林小双的神念 也同样扫了一圈 不过她修为被压制 加上震道造诣有限 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敌酒没有拿出一枚正旗 只是不断地勾勒着法则正旗 林小双见敌酒坐下来 就没有动作 也跟着坐了下来 同样没有说话 她猜测敌酒应该是在观察这个洞府 却没有想到 敌酒是在勾勒法则正旗 半个时辰后 敌酒已经用自己勾勒的正旗 布置了一个六级的屏蔽禁止 这才笑着对林小双说道 小双 师姐 现在我们可以说话了 这里没有监视法阵 林小双疑惑地看着敌酒 有些不大认可地说道 她肯定这里有窥探法阵 只是她的阵道实力有限 无法发现而已 敌酒点点头 没错 这里有一个窥探法阵 不过被我屏蔽了 林小双吸了口气 她发现自己 似乎还是小看了一些敌酒 敌酒进来后 只有些许的神念波动 就再也没有动作 她还以为敌酒是在寻找监控法阵 结果没有找到 没想到敌酒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将里面的监控法阵屏蔽了 这种手段 简直是逆天 敌大哥 虽然我肯定我的年龄比你更大 但和敌大哥这种强者 除了你之外 我只是见过两个 所以我叫你一生大哥 是理所当然 林小双一开口就解释了 为什么要叫敌酒大哥 敌酒没有纠结这件事 只是问道 本来你想让我带信给你朋友 你应该是打算留在碎寒谷的 现在 为什么想要突然离开了 是不是感觉宿诺会对你动手 林小双点点头 是的 我如果不走的话 宿诺百分之百的会杀掉我 你能说说 为何之前你打算常留在碎寒谷呢 据我所知 你的情况留在碎寒谷 并没有什么帮助 敌酒直言道 林小双叹道 我自己的情况我很清楚 就算是我离开碎寒谷 我对自己的情况 也是无能为力 我有一个朋友 叫叶一默 他父亲也许可以帮我 至于我留在碎寒谷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当初碎寒谷的太上长老九 犹救了我 如果不是 九有长老 恐怕我在跨入河道的那一刻 已经陨落了 你是河道境 敌酒心里 还真的有些惊讶 他猜测 林小双应该可能是河道 但混元圆满的可能性会更大 林小双点点头 是的 我是河道界 可惜的是 我刚刚跨入 河道就被人暗算 然后盗孕欲节 到纪念化 每一天过去 我的修为都会减弱一点 最后我生机 将进阶化为盗孕欲节的亲戚 溃念在虚空之中 敌酒皱了一下眉头 忽然问道 按照你的说法 你是不能修炼的 可你 为何还要在碎寒谷修炼 这次轮到林小双皱眉了 他修炼过 自从盗孕欲节到纪念化之后 他就失去了修炼的资格 怎么修炼 我没有修炼啊 林小双实话说到 他不修炼都加不住了 如果再修炼的话 他恐怕会加快自己陨落的速度 将你的手腕给我看看 敌酒忽然伸出了手 林小双没有半点犹豫 就将自己的手腕 送入敌酒的手中 本来肌肤白皙的他 此刻手腕也是环绕着一层亲戚 毫无美感 敌酒捏住林小双的手腕 立即就感受到了林小双的一切气息 他感觉出来了 林小双修炼的功法非常了不起 同时 他也有了一丝自己的判断 只是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伴住相后 敌酒放下了手 对林小双说道 你当时被偷袭的情况 说给我听听 好 林小双没有犹豫就说道 我之所以能够跨入河道 是因为在一个叫着混乱界的地方 获得了一些机缘 敌酒动容的插口 询问 小双事件 混乱界是什么地方 有河道的机缘 林小双自嘲地笑了笑 敌大哥 就叫我小双吧 或者叫我小双师妹 我知道 将来你的修为 必定会超过河道 至于混乱界 现在在不在 我就不知道了 我和采集师姐 一起进入混乱界的 我们进去的时候 混乱界早已被人翻了个底朝天 不止一个人在混乱界 跨入了第三步 敌酒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个混乱界 让不止一个人跨入第三步 林小双进入 被人不知道翻了多少遍的混乱界 还能获得河道机缘 这混乱界要有多逆甜 我和采集都得到了一些机缘 采集姐是以武正道 她离开 我准备去冲击五道巅峰 我也准备河道 我因为底蕴积累的足够 冲击河道的时候 倒也顺利 就在我跨入河道的瞬间 一名女子 忽然撕开了我的护阵 对我进行偷袭 敌酒叹了口气 她虽没有跨入河道 甚至没有跨入混缘 但是她对修炼理解的 却是比一般的修饰 透彻太多了 无论是冲击任何境界 在跨入的那一瞬间 也是最薄弱的时候 这个时候偷袭 基本上是一个准 只是这个林小双 也太过马虎了点 居然让人破开了她闭关 冲击河道的洞府 林小双知道敌酒的想法 自嘲地笑了笑 你肯定以为我比较马虎 让人冲破了我的洞府吧 事实上 我的洞府静置很密集 就是河道强者去动手 也不会在瞬息间撕开 对方之所以突然打开我的洞府 一个是早就盯上我了 还有就是她使用了一枚 几乎是顶级的破阵道符 用顶级的破阵道符 破开你一个混原修士的洞府 敌酒都有些不可思议 第730章敌酒的猜测 那名女子绝对是一个河道的存在 她对我偷袭 我仓促之下还手 结果造成了反噬 盗孕欲结 盗击溃念 不过 我被偷袭后的瞬息反击 也让她中创 虽然她中创 依然还有能力置我死地 就在我以为必死 都准备寻求轮回之时 碎寒谷的太上长老 九游突然路过 九游长老出手救了我 林小双说到这里 依然是叹息一声 只能说她运气太差了 又是再给她一点机会 那如今 她至少也是一个 顶级的河道强者 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 敌酒问道 后来 你就跟随九游 一起来到了太极界的碎寒谷 林小双点点头 是的 当时九游长老救我后 也是受伤了 他说我到击溃念 不如和她一起来碎寒谷疗伤 碎寒谷 虽然不一定能让我伤势彻底康复 却也不至于让我伤势恶化 那个女子受伤后 手段依然很强大吗 敌酒跟着就问道 林小双摇头 那个女子 我感觉实力一般 事实上 如果她不是 在我跨入河道的那一瞬间 对我偷袭 我绝对可以杀了她 就算如此 她依然是在 我的反击下重伤 那九游长老 和她战斗情况如何 敌酒再问 林小双对这一幕记忆 显然极为深刻 她立即就回答道 九游一上来 就先对她动手了 因为她受伤了动作缓慢 所以再次受伤 不过那个女人手段 很是可怕 她居然冲向九游长老 用领域 锁住九游长老的同时 自爆了 九游长老 就是在她的自爆中 受重伤的 敌酒 当即就抓住了问题点 小双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根据你说的情况 当时那偷袭你的女子 已经是重伤了 九游在她的自爆下重伤 那是不是说 当时她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走 否则的话 她为什么要自爆呢 林小双一愣 随即就皱起了眉头 当时的情况是 九游挡在洞府 护震入口 偷袭她的那个女子 是被她反噬重伤 但对方若全力顿走 也不是一点 希望也没有 当时她逃走的希望很渺茫 倒是也有一丝机会 林小双 实话实说 敌酒呵呵一笑 那个女人偷袭你 显然是想要获得你身上的东西 或者是获得你的机缘之类 这种人都是野心勃勃之辈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自爆 而我听你说 那个女人和九游一交手 只是被九游偷袭了一下就自爆了 这不正常 林小双挣住了 她自然明白敌酒话的意思 不过随即她就摇头说道 那绝无可能 九游受伤很重 而且还逼得那个女人自爆 她不愿意去揣测人心不好的一面 而且她也不相信 九游会带着目的来 甚至和那个女人联手对付她 最后为了达到目的 还杀了自己的同伴 敌酒再次说道 接下来的问题是 九游说 你可以在碎寒谷 至少不会恶化 事实上 你的伤势明显在这里恶化了 林小双只好说道 狄大哥 九游长老应该是真心救我的 我那个情况在虚空 也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他将我带到碎寒谷 或者是想要帮我 恐怕就算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伤势 是根本无法回转的 我知道宇宙中的修饰 有太多阴险狡诈之辈 我依然相信 这个宇宙美好的东西 是更多的 我遇见过很多善良无私的朋友 他们帮我甚多 这是在委婉地告诉狄九 防人之心虽然不可无 却也不要太过了 这回造成自己很累 狄九淡淡说道 如果我和你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被人吃过多少次了 我现在不但肯定 酒游对你不安好心 还知道 你身上有酒游 必须要得到的东西 尽管我不知道你的东西收在哪里 如果是在很久之前 林小双 绝对不会继续和狄九说下去了 现在的林小双 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 初出茅庐的单纯少女 他先是沉思了一会 这才看着狄九认真的问道 狄大哥 既然你这样说 那你肯定是有依据的吧 没错 狄九说道 还记得我之前询问你 是不是在这里修炼 甚至肯定你在这里修炼过吗 是啊 可是我没有修炼过 林小双疑惑地回答道 问题就出在这里 狄九冷笑道 我对天地规则极为敏感 最寒谷的天地规则 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气息 在其中 你没有修炼过 我却在你的体内 感受到了这种规则气息 实际上狄九感受到的 不是什么特殊的法则气息 而是基础法则道运 每一个地方的天地规则 都有无数的基础法则构建而成 碎寒谷自然不例外 狄九修炼规则大道 对各种各样的基础法则 理解的都极为透彻 只要身处其中 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正因为感受到了 林小双身上 有碎寒谷的基础法则道运 这才怀疑 林小双在这里修炼过 既然林小双没有修炼过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受伤之前 和碎寒谷的修饰动手了 而且 碎寒谷修饰轰在他身上的 这种基础法则道运气息 还没有消散掉 哇 林小双惊啊一声 随即就皱起了眉头 别人如果这样说 他或者还以为这是故作玄虚 天地规则蕴含的气息 还可以感受到 这岂不是太过胡扯了点 他却没有怀疑 狄九 这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信任 林小双正想到当时 九游出现的时机太巧之时 狄九就说道 难道你不觉得那个 九游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妙吗 再晚一点 也许你就走了 无论是走了原神 还是走了一丝浑面 可是 那偷袭我的 明明不是 九游啊 难道那个女子也是碎寒谷的 可我来到碎寒谷之后 我只听说 碎寒谷出过一名河道强者 就是 九游长老 林小双 愈发疑惑地说道 他内心深处 已经被狄九说得 有些动摇了 狄九平静地说道 现在我还不敢确定 不过一旦我看见 九游长老后 我会马上确定 那个女子是不是 九游 什么 林小双被惊住 随即他就冷静了过来 狄九说得并不玄乎 只是 九游是难修 一个难修就算是修炼分身 怎么也不会修炼成一个女子啊 狄九看见林小双的表情 就知道 林小双猜到他想要说什么了 继续说道 我怀疑 九游长老修炼的是一门 分身神通 那个女子很有可能是他的分身 我说几点 你确认一下 第一他来救你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快 因为分身最厉害的 就是这种护医神通 第二那个 女子重伤之下 裹住他自爆 自爆后 那女子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剩下 如果这样 就对了 分身自爆 同样会伤害本尊 我怀疑 九游吸收了分身自爆后的 一切道运经气血 他虽然受伤 回来 闭关个万八千年 就会再次恢复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九游应该很快就会恢复了 如果不是自己的分身自爆 而是被一个真正的河道修饰 自爆裹住 万年时间 不要说彻底恢复 就算是能康复五分之一 都算是不错了 林小双深深的犀利口气 他忽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敌九要求宿谷主 让他走的时候 宿谷主有些犹豫了 之前 他是没有想过要走 若是他之前 想要走 必定也是走不掉的